全油管最快新闻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非法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滋事挑衅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措施进行管控 并在事后主动收回拦阻设施 中国海警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 将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此次事件表明中国海警对外有利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 对于维护海洋秩序和保护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